当红主播前途一片大好 不留36岁就当了外公 女儿只比他小14岁 今天带你了解一下36岁未婚外公的神招史 这次要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非常主播》 知名DJ男鲜秀曾是偶像团队的一员 他受获了无数迷媚的芳心 活热程度就像当年的东方神奇 尽管已经30好几的他 却仍被认为永远的少女偶像 娱乐圈压力大竞争也很激烈 男鲜秀开始往梦后发展成立了自己的电台节目 他主持的谈话类节目备受欢迎 还成为了收听榜冠军 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单亲妈妈正男寻找父亲的故事备受关注 在节目里他也是一个温柔的好男人 可是私下里他总是能听到观众讲他的坏话 因为他的今天绯闻正在悄无声息的传播上 那天晚上他和女友正打算共同春宵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书线打破了浪漫 这个人正是正男和他6岁的儿子东东 正男要找的父亲就是男鲜秀 男鲜秀初三的时候和他大5岁的邻家姐姐相乱 这唯一一次的恋爱 唯一的一次肉体之患搞成了女儿正男的诞生 邻家姐姐在和他分手后隐瞒了怀孕的事实 鲜秀则背景了一项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突然喜当地的鲜秀有些不知所措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有一个小自己14岁的女儿 清醒的鲜秀直骂冷汗 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但是不能让他的粉丝们知道这件事 毕竟如果粉丝知道后 他的大好虔诚就会止步于此 他打算暂时收留他们母子 正男和东东的到来 让这个常年当身的老男人非常苦恼 以前他家干净明亮 现在他家被搞得一团糟 这天他带着母女俩来到好机友的宠物店做亲子鉴定 因为怕事情曝光 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鉴定结果出来后 正男百分之百是贤秀的女儿 这下他可不掉了 晚上回家 父女俩开始谈人生 两人解开了心中的心结 第二天他醒来 发现女儿睡在他身边 把他吓得半死 好在他们俩都喝醉了 什么都没做 贤秀把东东抱过来放到女儿身边 从这之后他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专业间 东东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就幼儿园的第一天 东东就迷上了幼儿园的女同学花花 而贤秀对东东的老师一见钟情 从此 东东就成了贤秀的目的 帮助贤秀追小美 东东也在贤秀的帮助下得到了花花的赏识 也算俩相处得十分融洽 可是这时正男的男朋友突然出现 他刚好遇到正男和贤秀有说有笑 他的出现使得贤秀一直隐瞒的这件事被曝光了 所有人都误会贤秀被女人包养 事业一下子跌入谷底 贤秀回到家后把女儿和外孙赶了出去 几天后他突然觉得很对不起女儿 他又在电台里向女儿道歉 但是只有正男知道这些话是对他说的 正男打算带着东东回来 但是东东被人贩子拐跑了 女儿就去求助正在录制节目的贤秀 可是被保安赶了出去 贤秀最终还是放弃了事业 陪着女儿去找东东 好像东东现在在一家酒店里 一家三口抱在一起痛哭 贤秀的事现在人尽皆知 但是电台想重新把它包装成一个 温柔护家的好男人形象 就这样一家人过上了平坚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喵妹 把电影当故事讲给你听 关注喵妹说电影 看电影不迷路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